我先回房间了 不许走 不要 说 为什么这么大胆 敢穿我的衣服 我是你的女人 穿你的衣服不行 爸 妈 我在这儿呢 爸 爸 妈 你们好吗 我很好 你们看 我又长胖了 舅舅他们也很好 舅舅和舅妈 都是你健康 顺顺今年 也高中毕业了 我知道你们一定不满意 我现在的生活 我自己也不满意 可是我没有办法呀 为了舅舅舅妈 还有帅帅 我只能忍了 不过你们放心 很快 很快我就可以离开他 就差一点点了 我只能忍了 不过你们放心 也请你们保佑他 一家都平平安安的 以后都平平安安的 还有一个人 也请你们保佑他 是他 带我走出了悲伤 是他让我重新站起来 是他让我重新站起来 让我每次 陷入绝望的时候 都不曾放弃 妈 妈 你不放心 你们放心 我会好好地活下去 喂 在哪里啊 我在商场 和朋友逛街啊 你回来了 买了什么东西了吗 我 我买了 买了一条裙子 那是我喜欢的白色吗 是啊 在哪个商场 商场这么安静 那个你说过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啊 所以 我选择上午来逛吗 我马上就回来了 不用了 在那儿等着我 半个小时以后 我去接你 不用 喂 爸 妈 我改天再来看你们 喂 月盈啊 麻烦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帮我去商场 买一条白色的裙子 别问为什么 快点啊 ieties echel 便会 走开 桐小姐 回来了 莫先生呢 在卧室等您呢 嗯 可是 他脱鞋怎么在这儿啊 莫先生一看您还没回来 脱鞋也没换 就直接上楼去了 啊 好 我知道了 童小姐 谢谢 你干嘛穿我的衣服 也没有把它弄脏 反正也得洗了 我先回房间了 不洗澡 不要 说 为什么这么大胆 敢穿我的衣服 我是你的女人 穿你的衣服不行 进来 衣服没换 鞋子也没换 专门等我回来伺候 不就是回来晚了一点 至于这么生气吗 可爱 你看看她 故意穿成这样 还装作听不见 可能经过两年的训练 已经学会了忍受 忘记了难受了 是吧 你就骂吧 如果骂完了 能让你消消气 你就骂吧 刚刚去哪儿了 不是说了吗 去商场啊 白色的裙子 还在我衣柜里挂着呢 说好来接人家 又不过来 如果你爸妈能听见你说的话 他们一定会很伤心 他们一定会骂你不孝 你还记不记得 今天是他们的忌日 你居然还有心情去逛街 去买衣服 没准你爸妈还会骂你 不去拜祭也就算了 可是你的男人回来了 还不赶紧回去陪他 你的男人这么有钱 你应该回家好好地伺候他 好好地在他身上捞一笔 说不定你爸 还会批评你 没有职业道德 既然把自己给卖了 就应该卖得彻底一点 不要又想当婊子 又要立牌坊 莫少妾 我爸妈已经死了 请你不要拿他们开玩笑 好不好 直接喊我的名字 害怕了 怎么不叫我的名字了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父母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这个没心没肺 虚情假意的女人 只要你关心我多一点点 也许 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你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 嘘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结婉 就是当一个男人 深深深地吻着一个女人的时候 这个女人 也要好好地 回应这个男人 这两年来 我吻过你无数年 但是你的舌头 你的嘴唇 从来没有一次好好地回忆过我 就好像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一样 所以我刚才才会说 你爸会骂你 不敬意 我还会想 你爸爸应该是一个很贪钱的人吧 今天是他的忌日 他是怎么死的 是报应吗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叫你不要误入我爸 你听见了吗 而且你心里清楚 我是被迫把自己卖给你的 莫少妾 最近有没有去看你舅舅啊 他还好吧 给你的 我每一次回来 都会给你带礼物 你每一次都会开开心心地拿过去 今天怎么办 谢谢 不打开来看一看 我帮你打开 记不记得 上次我们看电影 那个女主角戴着这个戒指 有没有 你会有什么 听不懂吗 我怎么会到处理 你也有父母 你也很爱你的父母对吧 我也是